小红娘们大家好 小红娘们大家好 董事老师好 可以了 你手指一身三啊 对啊 三 感觉男女嘉宾配对的话 有三对会成功 见底其言 中国新乡亲依然是分为 男生家庭版和女生家庭版 本期节目是综合版 您既可以看到男生家庭版 也可以看到女生家庭版 真的 太好了 怪不得他们说 你今天上场会有惊喜呢 让我们先看一组 男生家庭版 好 五位家庭 你们准备好了吗 葛丽老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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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我听到我们的声音了 很棒啊 五块大屏幕后面 就是我们的五位家庭 家长们已经完全做好了准备 可以听到出场嘉宾 与葛丽老师的所有互动 有点期待啊 有点紧张啊 按照规矩 接下来程磊老师 就要去她的第三现场了 全靠你了 咱们一会儿见 一会儿见 今天要上场的第一位女嘉宾 来自上海的蜜罐女孩 刘志盈 不是上海的蜜罐女孩 什么是蜜罐女孩 欢迎来到中国青山庭 有请下一位嘉宾 好扯 腿怀也太厉害了 这个腿多高啊 好瘦啊 好美啊 你好 刘霖 你好 哈喽 大家好 我是来自上海的刘志盈 90年 今年29岁了 在一家文化产业公司 做项目管理的工作 感觉很明显点 感觉很无味 像那个 像河碎一样我觉得 对对对 超模超模的感觉 她上镜脸很大的 但是好看还是好看的 这点点起来的吧 还是个美女吗 在上台不好看 完全不一样 好来 等一会儿 我上镜也是这个脸来 我是一个爱笑的蜜罐女孩 因为我有一对甜蜜的酒窝 一对甜蜜的父母 然后今天在这里的话 我也想找到 比蜜罐还要甜的爱情 谢谢 对 两个酒窝非常好看 对对 确实 这酒窝非常好看 两个小酒窝 我也有 比蜜罐还要甜的爱情 觉得好浪漫啊 会有这样的爱情吗 你觉得 当然会有啦 一方面发现 有点那个台湾腔叠叠的 对 点点点的 点点的台湾腔 叫什么 当然有啦 对 我觉得她这个感觉好OK 我先挑了 我其实今天来这里的话 也算代表了一代人 就是第一代的九零后 因为过完年的话 我们这一代人 就已经三十岁了 可不嘛 九零后 现在是二十九 对啊 还有几天就到了三十岁的 应该这样 对的 不知道现在男孩子多多大 我女孩那么大了 这个女孩三十岁了呀 我以前找过最大的一个女朋友 是比我大了八岁 所以说我觉得年纪不是问题 是合不合得来 其实我心里面我觉得我还是 住着一个小朋友的 我希望我的另一半能够留住 就是我的这份天真和单纯 哦 十真后 哈哈 这个一说 九零年的孩子都已经三十岁了 我这个突然觉得 哇 我这个年龄 好大了 好大了 小兰哥 小兰哥 听着听着是很甜蜜的啊 哇 他皮肤真的很白 我也很白 三高应该跟我很ok啊 别说话 你看他的手指头 手指头好修长 跟我的手指头特别像 你看你看 你是属于 还需要沉淀 知道吗 还需要沉淀 你是沉淀过了头了 你需要更年轻一点 喝酒一定要喝成年老酒 甜蜜之门背后的这些家庭们 你们都听到了吧 站在我面前的是一个 甜美的上海姑娘 甜吗 经历了第一印象 有没有家庭对我们的 蜜罐女孩刘志盈心动呢 推推推 妈拍拍拍 加油加油 我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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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妈要上5号 来甜蜜之门幸福开启 3 我妈要上 你妈的 你妈的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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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号 是我 大家好 韦丽老师好 女嘉宾好 小红娘们好 哈喽哈喽 有一个女嘉宾说她的父亲太严肃了 可以你看她爸爸现在马上改了 她妈一出了一圈子 小朋友好 女嘉宾好 夏红娘好 你看立刻就改变了 女嘉宾我给你带来一下我们 哎这个能做 我又送美 你帮她上我 你帮她上我 不要 不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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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快 哎呀呀给你了呀 谢谢谢谢 看来我有戏了对吧 我有戏了 你再多送一份又有什么呢 谢谢叔叔 这么隆重啊 你是不是就带两盒 反复的拿来拿去的呀 你这 我这上面怎么又没了呢 谢谢 女嘉宾 这是我们家乡娶媳妇用的爸爸的 啊啊 娶媳妇用的 对 我敢不敢拿呀 可以啊 爸爸妈妈看上去都挺和善的 她的身后 是一堆保健药 介绍介绍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标记吗 我们家是个保健四家 就以养生为主 你看我和她妈妈的体肤很白吗 你还真不白 哈哈哈哈哈哈 人家爸爸妈妈看到我们这个样子 有点不是一路人哦 啊 你看人家也不是一路人 没有没有没有 然后要看直 没有没有没有 我可能我喜欢的女龙型的你呢 就是刚要和善一点的 和善一点的 和善一点的 新纸 关键们当副队 我们来自北历的山城 贵族开的 我们是少数民族 我儿子很帅气啦 四个娘子 工作现在到上海 在上海啊 是一家世界五百强的一个高级经理 嗯 现在一米七八 哎 为什么高了四公分啊 她妈太棒了这样真好 我刚才听你介绍一下你说秘惯呢 我说的秘惯呢 其实是因为我父母特别特别恩爱 哎哎哎 每天晚上吃完晚饭 可能就会手牵手去散步啊 在家里的时候嘛 就会亲亲啊 抱抱啊 只高高这种 哈哈哈 我妈妈喜欢吃水果 所以所有带皮的水果 基本都是我爸爸剥好了 我也给他吃的 哎呦哎呦 你看看起来你们两个好像也是非常 是 是 我儿子绝对是你想不到的一个伴侣 你想不到是吗 对 我看面像什么 你两个都真的很配 谢谢 让我们恭喜三号家庭 率先抢到了心动位 现在让我们有请另外四组家庭 也从你们的甜蜜之门开启吧 爸姐好 妈家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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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爸我妈下来了 妈家好 来我们依次做一下自我介绍 一号 夏恒阳 关锐乐子好 女嘉宾好 我是夏恒阳的父亲 我是 30 夏恒阳今年23岁 身高1183 目前在一家共产公司做资源 我们家庭是一个 豪方的西北家庭 在这希望潜受于威 能说到一气 吃到一气的 儿媳妇回家 看我爸都帅 都有西北人的这种气感 我发现你爸爸 长得像李达康书记 游乐奖 游乐奖 我是贾恒阳的妈妈 我们贾恒阳长得特别帅 就可以说是像 当红小鲜肉肖战一样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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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妈好会讲啊 哇 那真的很帅 咱欣也是小有名气 有好多小姑娘喜欢她的 其实其实我更像瑶瑶 脸型有点帅 我以前脸色的时候 都说我像黄小鲜 啊 哇 来 2号 成都的老乡 刘松然家庭 我儿子他今年27岁 在四川新华发行出版社 任一家行政高级主管 他在国企里面上班 不错 公务员啊 你是 他在他们公司里面 人称公司第一帅 真的啊 他喜欢旅游 以后如果你做了 我们家儿媳妇 你只需要带着行李 他带着你 你们一起玩遍世界各地 哇 我也很想要 对对对对 我经常跟我爸妈一起出去旅游 你妈好会想 他妈是一个潮妈 特别喜欢穿衣服 也喜欢香水 你如果做了我们家的儿媳妇 你的衣服全包了 他爸是一个潮妈 穿着漂漂亮亮的经常去吃火锅 爸爸他很喜欢女嘉宾 想给他唱一首歌 谢谢 谢谢 这回你拼了 是 拼了 你弹一直没弹 爱情的冲锋枪 我到这里来 带着我的爱 带来了我的男孩 我们来自那美丽的城堡 美满又幸福 他温柔又可爱 他阳光又帅气 请你选择他 谢谢 拼了 拼了 拼到老命 谢谢 他哪里的 沈四年 哎呀妈咧 能不能风机啊 我地狱观念很强的 我是宁波人 哦 我对我来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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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4号 人气最高的爸爸 真的啊 长得像那卡通片的 那个那个叫光头强 光头强 光头强 他是新款 我是老款 李嘉宾好 我是来自四川成都的 我的儿子呢 33岁了今年 一米83 对 最好的年龄 最好的年龄 他人气很高 就源于我的知音 哦 源于他的基因 长得跟光头强似的 是 翻版 不是我爸的翻版 我爸年轻 特别像吕良伟 好 那我们接下来 我们要陈继妍的家庭 我是陈继妍的爸爸 是一名房地厂开发商 我是陈继妍的妈妈 是一名酒店的老板 你们家真是地主家的 我儿子陈继妍 今年25岁 身高一米88 是一名少年模特老师 他的颜值觉得是 校草级别的 真的啊 曾经在高中的时候 有三个女生为了追求他 针锋吃素 还打过架 哎呀呀 爸爸吵错点吵错点这个 女孩会害怕的啊 刚才二号男嘉宾的家长 我想为余嘉宾弄断了一首吉他 我想为余嘉宾表演个节目 吹个口琴 谢谢啊 都多彩多艳啊 爸好酷啊 好了 唱唱也用不了了 可以了 还在吹 固执的男人 对吧 谢谢 陈杰的爸爸 找女朋友呢 不是你的音乐会 太执着了 这个可爱吃米饭也可以了 你应该可以我米饭吧 我老熊了就知道了 你怎么能可爱吃吗 是熊呀 对啊 你喝个准备 我把准备吃了 哈哈哈 那别 没见到 那你们明明我感觉吃 因为我感觉吃 没事了 赖宇的爸爸你接着电话 喂 做吗 你问一下女嘉宾那个身高 你要记住啊 记住你儿子说的什么 提出喽 哈哈哈哈 第二个问题就是问一下她的修理 修理 啊好好好 好了 来 我的儿子他跟我讲呢 他先问一下女嘉宾 有多高 我一米六十七 我儿子一米八三 挺合适的 非常好 另外来来问女嘉宾 我爸呀 那学历 度个什么学校的 我是上海师范大学毕业的 啊 蛮好蛮好蛮好 学历也蛮高 很配啊 好 别闹啊 哈哈 哎 我爸妈又有问题了 王胜一的妈妈 你还在挥手 你要说什么吗 我看到女嘉宾 我现在毫不犹豫 我肯定要争取吧 好的 我儿子真的很优秀 反正爱心 孝心 有责心这些 不用说我一句话 我不知道怎么跟你说 一个字好 两个字非常好 我爸妈已经词穷了 阿姨家呢 差一个人来打麻将的一个人 哦 喜欢打麻将 对 给我妈妈气死了 我喷 好啦那我们现在就来看 VESCR继续来了解刘志盈 来 请看大屏幕 重 冲 从前有一个长不大的小孩 叫刘志盈 我杀人 脾气是真的很硬 遇到喜欢的男生 他会主动出击 谈起恋爱的时候 就飞蛾扑 就偷牛都拉不回来 我觉得喜欢小动物的女孩 性格都会特别好 我实心也很软 生活中很乐意帮助别人 我会帮助很多 流浪狗 流浪猫的一些基地 然后呢 还有一些抗战英雄 抗战老公的寻找 还有就是可能 去给贫困生捐一些 吃的用的喝的 或者衣服什么 我之前去捐他的骨髓 我爸妈都表扬我 也会因为一点点小小的举动 就一见钟情 结果呢 谈了七八次恋爱 大多数不是北骗 就是北骗 现在呢 我也三十岁了 我觉得是不是 我应该少一点天真 多一点点现实 我的父亲是一名法官 我的母亲是一个比我还要时髦的 事业经理人 他喜欢他有点重外贸协会的 我觉得我是看男孩子 我是看才华的 脑子稍微好一点的 因为我女儿有点马达哈 有点嘻嘻哈哈的 不大用脑子的 但是她心地比较善良的 然后要蒙当妇对一点吧 不能相差太多 我也不想她找得太富贵的 也不想她找得太比我们差的 否则两个家庭 如果不是太一样的话 估计以后生活起来有点矛盾 我周围所有的人都跟我说要现实一点 能当户对 我知道这是很重要 但是我并不确定 这是不是唯一的方向 其实我也希望能找一个包容我 懂我 能够不让我受伤 不让我长大的她 现在这个矛盾的我 就是最真实的我 你看清楚了吗 这段视频其实信息量挺大的 我觉得有一个不可忽视的一件事 是我看到的非常感动的 就是这个女孩曾经捐过骨髓 嗯 对 这是一件很了不起的事 这是一种什么样的爱心 才能做出来的决定呢 捐骨髓 这是正常很多人做不出来的 要下了很大决限了 你是捐给一个熟人呢 亲属呢 还是一个陌生人 陌生人 陌生人 对 因为她要登记的嘛 不能泄露那个信息的 而且我一直在等人家的那个电话 如果有需要的话我就可以过去 哇 不得了 她很有爱心的 其实高考前还去现学 瞒着我 一个人能体现出爱心 其实就是这样 这就是我们常说的 无私的奉献 这也是我们现在社会 所提倡的一种正能量 然后我们再来谈一谈 现实的问题 你妈妈是干什么的 我妈妈是职业经理人 她讲的门当户对 是不是因为觉得你们自己家的物质条件还是挺好的 我觉得不是这样的 不是这样 门当户对不止是应该只财富这个问题吧 我觉得更多的应该是一个生长的环境 还有教育的一个氛围 而且我父母跟别的父母有点不太一样 我们家一般会 我父母用最好的最新的 然后会把一些不喜欢的留给我跟我弟弟 这倒好呢 你也不宠孩子 将来孩子会惯坏 完全不宠 我对他们其实比较严格的 因为我年纪比较大 之前我也谈了那么多次恋爱 好像也不怎么样嘛 我可能不太会鉴别男生好与坏 所以我是希望对方 如果是生长在一个同样的生活环境里面 其实我们的很多生活的观念 消费的观念是能够保持一致的 那这样其实可以避免很多矛盾 应该能对自己有所帮助 感情最重要的还是 对方对我有没有感觉 其实我相信这个女生 是一个民事里的一个女生 而且她也很坚强独立 现在 来 女嘉宾 我儿子的自身条件很好 然后家庭条件很好 我们的家庭有一个标签 叫祖传的浪漫 看没有 这是他们家的那个信物 这是我们当年的顶型信物 戴这个戴了30年 戴了30年 我和老婆在一起感情非常好 因为父母很反对 为了爱情 我曾经带着我老婆失奔过 我们还有我们的爱情见证 情侣手表 其实她就是想表达 告诉你说 他们两口子 已经到了这个年龄的 都是这么恩爱的 所以她的儿子 也一定是继承了 他们的那种浪漫 我特别懂浪漫 我特别懂浪漫 我今天是特意 为了三个愿望跑过来的 我第一个愿望 我是想放个大房子 第二个愿望 我想买辆车 第三个愿望 我就想个人 然后前两个愿望 曾经的爸爸给我实现了 所以余嘉宾 今天我儿子牵手了 以后到我们家 我会对你对 亲生龟一样的爱护你 说得好好 谢谢 你们受宠若惊了 聊了这么多 还在选择位的四组家庭 如果你们继续喜欢 和支持这位女嘉宾 就按下你们面前的按钮 勇敢前进 抵达心动位 好 3 2 1 好 3 2 1 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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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推了没 推了没 我爸爸推了没 推 推 继续 1号继续了 好 推啊 爸 爸没推 爸没推 5号的爸爸 表了这么半天 太怎么 对 我也觉得很奇怪 没反应过来 没反应过来 我觉得太怪了 你刚才说的 和你现在要做的 完全是不是一回事 没反应过来 老人说话 我们现在就要请上 程蕾以及女嘉宾的亲友团 为我们女嘉宾出谋划策 有请程蕾老师 你好 哇 哇 我妈妈 够年轻的 妈妈好年轻的 妈妈像她姐姐一样 你有没有发现她妈妈特别像朵明珠 对对对 你说说的太对了 妈妈你们给孩子用 你们用过的旧东西 这点我特别欣赏 我们家也一样 我绝不会给你买最新的 因为你又不挣钱 对啊 你为什么要用最好了呢 对啊 对不对 我从小也是这样子 我爸妈妈也是一样的 他们结婚的一些纪念品的东西 到现在还在用 还在用啊 那非常的棒 妈妈 妈妈的闺蜜 对对对 有没有对她有没有什么 就是建议呢 要讲什么 建议啊 我就给你一个眼神吧 自己看吧 哇 这个眼神好 我就给你一个眼神吧 那马上就要到了五进三的关键时刻了 有两组小船要退回到我们的神秘之门之后 你现在站到我们中间的位置上 来选择两个船退回去 二号男嘉宾的家长 和四号男嘉宾的家长 谢谢你们 谢谢 两家陈东林再见 回去吃火锅哈 有的 有的 虽然他们两家的船退回去了 但是男孩子还在玻璃房里 他们还有抢亲的权利 接下来女嘉宾 可以继续了解我们男生的家庭 来 我们看一下三号 本来就很美 大众点评嘴上的健身达人精致男孩 健身达人他肯定会选 选一个 我想看大众点评 好 大众点评 今天去探一家 手工汤圆菜饭还有馄饨 出称的一家小店 其实就是我平时很喜欢去探店 我最近刚刚来上海 我对上海这边这种清淡的美食 特别感兴趣 他就是喜欢到处去吃那些小店 哦 这他做的还真挺可以的 两人正合他意吗 对对对 他也喜欢吃这种就是小吃类的 他喜欢新鲜的东西 新鲜的 这组画面看的女嘉宾只想喝水 来 我们现在看五号家庭 到我家了 好 弦外之音黎明和傍晚 90cm长 啊 长了是吧 90厘米长 90厘米长啊 肯定是腿 大腿90厘米长 快一米了 他一米巴巴呢 哥 一米巴巴 腿90厘米长算是短的了 那人家是从 你从这儿 你要从这儿量当然短了 从这儿量 对啊 那就是臀腿啊 大腿肿里头 对 臀部以下 臀部以下 好了 来 你看什么 被你们说的我比较想看90厘米长 90厘米长 你 ready 我猜到了没有 我猜到了没有 赶快了 请可要 到了这一步呢 你是不是非常想知道 玻璃房里的男生究竟长什么样子 你可以看到他们的一个剪影 1号是在第1个 第2个3号 第3个是5号 个子已经出来了 看了没有 这三个人 你还可以想看他们的 比如说我想看他局部 不太好说 你想看哪 每个人还可以不同 我想看腰 每个人都看腰 他看看有没有大肚子 来看看腰 只盼望能和你在一起 心深情深永不分离 怎么有一个没有腰 五号男嘉宾看不到腰 直接看到腰带了 没有 好了 谢谢 谢谢孩子们 小红娘们 来 投票 看看你们的红线签向何处 三号 五号 哇 这么高 好高啊 这个很悬殊了 这回很圆弱 我跟你说 姑娘 阿姨 今天来 一定要帮你牵到手 好 希望你跟我儿子 有个浪漫的一个爱情之力 妈妈太棒了 真好 余嘉宾 我对你的印象是非常好的 他妈妈对你的印象也非常好 我叫陈姐仁呢 他实际上是一个很成熟稳重的孩子 他很孝人 很懂事 从他三世开始 他每年他就过生日的时候 就帮我洗自脚 对对对 哇 那很棒 你暖 你暖死我算了 如果余嘉宾能 今天和我爱子牵手 以后他也是会一样 孝敬你的爸爸妈妈的 谢谢 我会像孝敬我妈妈爸爸一样 去孝顺他的父母们 我刚才你一说你儿子洗脚的时候 也会给他妈妈洗脚的时候 我脑子里出一画面 一米巴巴一大个儿坐着给他妈洗脚 他妈敢把这脚伸下去吗 现在听了大家师叔阿姨的 这个后外我有点受宠若惊了 现在我们能帮上忙都帮了啊 好 接下来要靠你了 面对这个三组小船 你要选一组 退回去一组 你只能在两组中选最后 家里大人还有什么要 要沟通的吗 我主要想看一下年纪 我二十五岁 他好像是九零的 他和我一年 那大一大大 我可以接受啊 你你挖多大 二十三 二十三 哎呀二十三太年轻了 因为我们儿子他喜欢姐姐行道 所以我给大家争取 参加那个 二十九 二十九 那也差不多了 那那这两句 二十五 二十五 二十九二十五 好 你选一个 退回去 我的选择是 一号家庭 谢谢 原因不就是太年轻了吗 差太多了吗 是吧 二十二 他二十九了 对不起 因为我年纪比较大 真的 没关系 好吧 再见 好 再见 谢谢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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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吧 三号和五号的男嘉宾 到大屏幕后等候 女嘉宾 你现在要在我的手机里 选择一个 你心仪的号 你告诉我 你想选谁 三和五 好了 我们的女嘉宾 已经选好了 两位男嘉宾 已经在大屏幕后边等待了 你现在只能选择 其中的一位男嘉宾 与他相见 听他的表白 我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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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选择 先听三号男嘉宾的表白 三号 为什么没选我先上去啊 有请我们的男嘉宾 太累了 太累了 我有点紧张 刚才听了很多你的介绍 我觉得不管呈现的是什么样子 其实我知道你内心深处 只是可能受过伤 我觉得你所做的一切 包括你今天的条件 我觉得只是你找到了一个 可能更容易选对的一种方式 然后小时候我一直在山里长大 我上个月刚刚来到上海 我也不知道是不是缘分 我刚到上海了之后 我就碰到了一个机会 可以来中国新相亲 我觉得我们都在上海很有缘分 然后希望以后我们有机会 你让我认识这种城市 我让你也认识一个来自大山的我 我们来迎接最重要的选择时刻 听完他的表白之后 那你接下来的选择是 女嘉宾别忘了 大屏幕后面还有一个人呢 对话 我今天已经29岁了 马上就要30了 你也看到V3里面 我谈了七八次的恋爱 我不要再重蹈覆辙了 如果我不够喜欢的话 我觉得可能 我即使跟你牵手 这第九次恋爱 也许也会失败 这对你来说 其实并不公平 我觉得感情里面 爱情还是爱最重要 其次再是别的条件 我对你没有心跳的感觉 那拒绝他 我有戏了 对不起 谢谢 一个人的空间 一个人的想念 两个人的画面 是谁的眼泪 是谁的憔悴 灑满你的心碎 我一个人的梦 还有一个五号的家庭的船在这儿呢 你要选吗 来 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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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号男嘉宾 他爸爸真的让我非常非常感动 让我觉得 他们会把我当成自己亲生女儿一样看待 给我一种没有距离的家庭感 让我觉得 我一定会过得很幸福 每当你出现我身旁 就感觉爱情的重量 我愿意 因为我年纪比较大 所以 我觉得 还是不要了 谢谢 原因不就是太年轻了吗 差太多了吗 你离开的那一天 虽然这次我没有牵手成功 但是我觉得 我好像也有了一定的成长 过了新年 我也就三十岁了 下一次的恋爱的话 我想谨慎一些 再谨慎一些 刚才手机里选的是几号 三号 虽然有些遗憾 但这也是自己的选择 我们都应该尊重 我知道一个新的一个改变 今天的观众有福了 这期节目是综合版 刚刚大家看过的是男生家庭版 现在还可以看到女生家庭版 真的 太好了 现在五块大屏幕后面 就是我们的五组女生家庭 家长们已经完全做好准备 让我们再来看一组女生家庭版 马上男嘉宾快出来了 那我来物色一下 甜蜜之门后面的五组家庭 你们准备好了吗 好了 好了 接下来我们就请我们的程磊老师 到第三现场 为我们即将上场的男嘉宾的 亲友团出谋划色 好 好 让我们有请下一位男嘉宾 玩乐创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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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点意思啊 我对这种感兴趣 我喜欢特别一点的人 有请七月 七月 这名字好好听 欢迎来到中国庆祥星 有请下一位嘉宾 哇 好高哦 我穿西装的还可以 哇 这是我喜欢的款 登陆微博 则所中国系相亲 参与讨论节目爱 分享拖单分类 2020和中国系相亲 一起拖单 哇 好酷 好像还不错 各位老师好 线上的红翔曼 你们好 住手阿姨们 你们好 哇 好酷啊 太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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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北京的吗 对 我在北京 我在北京 姐妹们不要那么强好吗 不 我很强 你倒到北京 爷们儿 说两句北京话呗 大家好 我叫七月 今年35岁 身高一米八八 职业是机关管理工作 一米八八 他可能好高啊 我会比较喜欢比较高的 我觉得他身高 我爸妈会很喜欢的 今天来到 中国新乡经这个舞台呢 就是为了遇见一个他 用我的阳光给他温暖 让他的温柔 给我力量 我也很阳光 喜欢 喜欢 我不会守护他的骑士 而他 过我贴身的铠甲 共建一个温馨的家 哇 好酷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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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身高加速了 身高加速了 我对这种感觉 好酷啊 你的对手很多 对 那我也加入一下吧 算了 算了 你不进来掺和了 人太多了 等你真正喜欢的那个就好了 真的 放下一段感情最好的方法 就是重新开始 35了 今天35 但是不仅心态好 充满着生活乐趣 外貌也非常的年轻 35岁 我是比较喜欢的 但是我妈妈可能会觉得她年轻很大 你妈妈期望是多大的 因为我是25嘛 但是会不会因为这个颜值而加分啊 这个性格啊 对 你看咱俩看着都差不多 你看 对 特像哥哥 对对对 但是我比你大几岁 我37了 是 国立官 你好 好 各位老师 其实我今天来到现场 还给您准备了一个小礼物 哎呀 这孩子真懂事啊 哦 非常够用 有 有有有 这是我拼手制作的黑糖相宝糕 真的是你自己做的 对 我自己纯手工制过 哇 这个人好厉害 跟我很搭啊 我做养生餐啊 我做养生餐 我记中了我的心脏 里边有生姜 枸杞 黑糖 还有肺原杆 生姜可以驱湿驱寒 嗯 黑糖红宝呢 具有附近生血的功效 灰这个杆 特别适合冬天去服 补气 驱寒 还能温暖手脚 哎呦 哎 很养生哎 对 养生挺好的 来立驾的话 他应该会很好的照顾吧 我觉得 哎 我们先约好了 所以跟他签手了 以后都要寄给我们姐妹一人一瓶啊 对 好吃的啊 可以 那个包是吧 我也想吃 你看到吃你就不行 嗯 这个东西这么好啊 就带一罐来啊 还给很多叔叔阿姨们也都准备了 哦 哦 哦 那个以后如果要上来给我送礼的朋友们 你们可以考虑多带一遍给我 那一会头上我爸爸妈妈那里分着吃去 好啊 好啊 那我们在甜蜜之门后面的五土家庭 你们都听到她自己的自我介绍了吗 听到了 听到了 好啊 听到了 率先推下爱情小船的家庭 可以拥有 加油啊 爸爸 先接住她和她交流的机会 加油 加深男嘉宾对你们家庭的印象 不知道我的妈妈会不会一场 你们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 准备好了 甜蜜之门幸福开启 3 2 1 你干吗啊 谢谢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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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齐的爸爸妈妈出来了 这回推得挺及时的啊 男嘉宾 你好 我是张少奇的妈妈 张少奇今年25岁 身高1米71 在北京工作 是一家体育文化公司总裁助理 我妈妈好棒 好棒哦 哇 你们是同一个地方啊 对 我在北京 我在北京 其实嘛 我还有个大女儿 已经成家了 成家你还说的干嘛呀 那找了一个 神仙一样的女婿 哦 他身后有一块屏幕 你看现在上面写的什么字 家有仙婿 哎 他们家的关键词 家有仙婿是这个意思 对 是 来来说说什么叫 神仙一样的女婿 我这个大姑娘 要说她的优点 说她三天三夜也说不完 哎呀妈呀 这啥人呢 用几句话给她概括一下 嗯 她的工作稳定收入高 嗯 家里劳动一手包 嗯 没有耐心脾气好 打了灯路找不着 哎 还带折的 已经窈窕折 啊 不要再骑我姐夫了 这样拿干杯会有压力的 对 我妈平时也是 因为我姐嘛 也正优秀 我妈老天说姐姐多好多好多好 给我一把刀子 就扎心 对对对 今天也就是想给我们二女儿找一个 像大女婿一样的 哎呀呀呀 爸爸少说点少说点这个 男嘉宾会害怕的啊 大女婿好归好 但合适才是最好 对 你们得给少奇找一个合适她的 那才是最佳的婚配的 对不对 张老师说对 会做饭吗 会做饭 你看瞧瞧还会做饭 问题人家还会做这些个 养生的东西是吧 对 我平时闲暇的时候啊 会研究一些食谱啊 一些小配方 哎呦呦 这么优秀一个男孩啊你 这个满意吗 给你点三下二个赞 男嘉宾 要说我女儿的长相吧 从小的时候呢 人家都说她长得像林黛玉 林黛玉 对 对 这是温暖可人的类型吗 大了以后有人说她像林志玲 我女儿长得特漂亮 时间夸我 林志玲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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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志玲好来来来来 希望男嘉宾多多地关注我们家庭 好 恭喜我们二号家庭率先抢占了心动的位置 我们要再次打开甜蜜之门 有请另外四组家庭出场 有请 大家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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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嘞 那让我们一号家庭来介绍一下这个人 加油 嘉宾你好 我是来自广东的 我女儿 藏小丹 在福山那里工作 是做一个总裁助理的 我觉得女儿很可爱 皮肤要白 而且她呢就是一个开心果 那个 随时都可以笑哈哈那种那种性格的 我妈在狂笑我了 我女儿皮肤又白又可爱 说明这个是她姐姐也没结封 你今天带着妹妹来相亲 兴许中国新相亲也能给你找到你心意的认识 谢谢国立老师 我女儿藏小丹 她今年28岁了 还没有找到对象 所以我来这里请中国新相亲 帮我找到一个好对象 希望你多点关注我们一号的家庭 一定 谢谢 你妈妈喜欢 我妈没有不喜欢的 三号 男嘉宾你好 我不希望我妈妈会怎么说 但是我真的好希望她能够帮我争取到 后面一听到你的介绍 觉得你长得高高的帅帅的 我们家女儿肯定很喜欢 我妈妈太懂我了 我妈太懂我了 我女儿叫正亮今年26岁 现在在长沙做短视频运营策划 她工作情绪恳恳的 能长得更是成云落叶 叶修华能相当漂亮的 她还有非烧一艘好菜 香菜串菜丫丫在海 就是唯一有个缺点 她就是选择困难症 我其实不太介意 真的真的 我觉得她今天完全就是我心目中的白马王子 我知道我能看出来你很心动 是我们喜欢的款 是我们喜欢的款 情场相间 所以希望你能跟她坚定的后队 把握把握 谢谢是她有没有介绍 4号 陈秋燕家庭 男嘉宾也是喜欢小巧玲珑的女孩 还是高挑的女孩 是我要想问多些了 对吧 我是比较看感觉 看性格合不合适 对于类鞋来讲的话 我可能比较喜欢稍微活泼一点的 活泼可爱一些的 我啊 我啊 活泼本人在线 我是陈秋燕的妈妈 我们来自南京 我家女儿青年32岁 但是她看上去绝对的童爷 只有23岁 在妈妈心中 女儿永远是最美的 我女儿也很注重保养 秋天的时候 我正常给她做冰糖串背邓雪梨 所以她32岁 看上去只有23岁 这是她两个的共同点 对 我是陈秋燕的小姨 我们燕子是一个 有爱心 孝顺 很甜 非常阳光 开朗 活泼的姑娘 不会错的 请关注我们的家庭 来 五号家庭 男嘉宾 你好 我是来自山东的 艾晓彤的家庭 孩子今年26岁 也是在北京 在一家杂志社工作 也在北京 那有很多好吃的 我也在北京工作呀 刚才听你介绍呢 你的厨艺挺好 我女儿喜欢点菜 还是个吃果 这也挺符合她的口味 吃果 爸爸也给我吧 那有很多好吃的 果果 那个糕是吧 我也想吃 看老吃你又不行 希望你关注我们五号家庭 谢谢树茶艺们的介绍 少奇的妈妈 快 妈妈帮我张气 妈妈帮我张气 男嘉宾 你好 我想问一下你喜欢厨艺 最拿手的菜是什么 我最拿手的菜 啤酒鸡翅 我超喜欢这道菜 我妈妈做也很好吃 吃鸡翅的时候 一定要先把它腌好 配上料酒 配上盐 先腌个八分钟左右 然后直接再上锅 然后再把啤酒 倒到江江没到鸡翅的一个位置 火去孤独一下 然后味道会非常鲜美 很香 瞧你说的 我听着我都想吃一口 我也想吃一下 为了吃这个啤酒鸡 我想把它拿下 然后我也仔细地研究一下 就是炖鸡汤 行了 我们这不是一个料理的节目 这个男生真的好有才 挺不错 是哪个幸运的姑娘 可以把它拿下 喜欢 男嘉宾 我想问一下 你喜欢浅水吗 我妈真的太懂我了 过来事情吗 目前为止 福建是经常会去玩 深浅的话一直想尝试 想去学一个深浅证 但是由于时间问题 可能也没来得及 太大了 太大了 我可以教她 我女儿特别喜欢浅水 她前段时间考了一个浅水证 去马来西亚和菲律宾 我自己也是一个文艺气很浓厚的男生 就是经常促之朋友去外出摄影采风 是她拍的 对 然后她有一个专门的一个摄像的一个团队 她还自己有个团队 对对对 算是说大家一起拍还是说就是 这些团队是伺候她的 她是可以说是这里的一个主负责吧 那对女孩子来说很有吸引力 爱张罗舍 还爱船局 船局 对 懂船局吗 孩子吗 船局就是 船 船都大家一起 然后来玩游戏 主局 主局的一次 我也会船局 我也是那种船局的人 我是那种被船局的人 一叫就会道德的人 也是酷爱运动 像滑雪 健身 打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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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健身 我女儿在明年还想去跳伞 对 我其实之前一直也很挺喜欢跳伞的 去赛班的时候 但是只跳了四千米高空的伞 明年我就想去赛班去跳伞 可是你不知道她恐不恐高 她说她想 她想就想 但是恐高的话就不太可能 那她可以陪我 可以跟她一起打拳 可以陪她打拳 我们两个人的战争了 好 开始 好 小松的妈妈 我想问一下男嘉宾 你那个谈过几次恋爱 那个我想问的问题 五号家庭阿姨问题很犀利 问题很激烈 我一共谈过五次 五次 你们哦什么 是少还是多 多了 白叫的不行 五次 不少 比我多 比我多 成实 而且她三十五岁了 我觉得不多分啊 五次 对 也比较正常一点 对 前人三十五 后人成良 是吧 一个条件好了 对对对对 难怪这么会做的 刚才啊 她上来的时候她介绍 她说她是一个机关职员 你们想不想知道 她具体是做什么工作呀 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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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们就来看一下 VCR进一步了解 七月的情况 VCR就等着这个 请看大屏幕 七月流火 八月未央 北京的胡同 是我人生的起点 父母给我取名乐 希望我一生顺遂快乐 我的前半生 也确实满是阳光泛滥的部分 读书顺利 工作稳定 一大把关系过硬的好兄弟 哇 机关单位我爸很喜欢 我爸就想让我找一个机关单位的 我接触了摇摆舞 快乐回兴的舞蹈 治愈了受伤的心灵 他也喜欢跳舞欸 健身 弹钢琴 研究厨艺 看心理学书籍 我努力填满自己的生活 我真的觉得他喜欢的都是我喜欢的 还有就是心理学 早晚准备好了婚房与车 读后一份幸福美满的爱情 在一个朋友的聚会上 我认识了他 他非常开朗 主动 我以为这就是命中注定的缘分 哦 有一段婚室是吗 离过婚 他有失败的婚姻 他离婚了 对 他是离异的 那不行 然而暗流有限 就像数字期 平稳了半生 急转如下 真挚的感情 败给了琐碎的现实 在同龄人都成家立业的年纪 恢复单身 这样的打击 就将我拔进深渊 痛苦和磨难 是男人的成长事今时 永远愿意过婚姻里 主动精明的那一方 吹泛阴满 逢出低谷 我想找到乌云背后的 阿根姓来的天 埋得够深的啊 我完全没有想到 你还有一段七年的婚史 对 七年之要 他的七年之要是婚姻啊 你会介意吗 我介意 就是没有小孩还好 我觉得我还好 但是我爸妈可能会介意 我觉得我帮我妈一下沉默了感觉 我觉得经历过一场婚姻的话 人可能会更成熟 你经过了一段失败的婚姻之后 你误导了应该怎么和女孩去更好的一个相处 是这样 说了你离过婚以后 没有说大家沉默 反而举手的人还更多了 来 三号 我想为你有小孩吗 没有 没有小孩 他没有小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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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如果没有小孩的话 可能再看看他其他方面 对吧 是什么原因七年的婚姻 你选择结束它 对 我也是很在意这个问题 因为毕竟七年嘛 对 其实我觉得主要的原因 就是性格不合吧 因为我面对生活 是属于比较阳光积极的 但是它可能属于比较敏感 或负能量稍微多一些 经过长时间的生活 我觉得我的阳光 综合不了它的那些负能量 可能让大家彼此走得越来越远 他为什么不能拉着他前人 走出那个阴摆呢 难道两个人离婚 只是因为对方负能量吗 我觉得没有一个人 是无缘无故的负能量的 其实一个负能量的人 也蛮辛苦的 你不能整天说 哎呀 烦死了 你不能一直在像我 倒垃圾的那种 我就不喜欢 来 小丹的姐姐 我来说吧 男嘉宾 你好 我想问一下 既然你经过一段封音失败了 有没有恐惧下一段封殃啊 怕他恐慌 对 我也是这么想 但是我觉得他被伤害过一次的话 他可能就不敢去进入到下一段 其实就是外同龄人 都有幸福家庭的时候 我经历过很大的痛苦 很多的自卑 在经历了大概一年到一年半左右的努力调整 就包括像之前的标签 就是玩乐的创始人 其实也是表示我 打开心扉 当然今天能来到中国新乡亲这个舞台 其实就是想表示我已经完全否输了前一段的感情 我会更加积极乐观阳光的去面对生活 包括面对下一段婚姻下一段感情 其实我觉得他既然能上这个节目 应该就是在证明自己放下了 对吧 这个男的很诚实 这个男的说 很真诚 如果可以的情况下遇到合适的那个他的话 可能会拜将近一年左右 我想很顺利地能进入婚姻的电场 嗯 这样很好 这个态度 好了 那么接下来我们有请程雷 及男嘉宾的亲友团上场 我想为你出谋划策 程雷老师 欢迎老师 这是年轻的闺蜜 又闺蜜 他们两个相好了十年 不是 交往了十年 吓我一跳 他说他们每次出去旅游 他俩都住同一个房间 但是放心 这位已经有老婆了 然后太太每次他们出去玩都会说 算了 我看你俩结婚得了 谁把他拿下 要小心这个小胖 对 亲友团的这位闺蜜 你觉得哪一个家庭更适合你这位男朋友呢 我刚才感觉那个一号家庭的那个千金比较适合我的朋友 对 然后还有四号家庭我也非常喜欢 我觉得也特别适合我的朋友 亲友团的建议呢只能作为参考 最终的抉择还是要遵从自己的内心的想法 那么现在还在观察位的四组家庭里 我们现在可以按下你们前面的按钮 推动你们的小船抵达新洞位 表达对他的喜欢和继续支持 来 请选择 3 2 1 我妈妈不喜欢 我妈怎么想的呀 我不是 他不推 不推 现在我们有2 3 4 5号家庭的船 已经驶上来了 我想说一下 刚才他爸爸就是可以错了 是我们选择退出 不可以了 我们不能随时随地来改变自己的主意 不好意思 国立老师 我想打断你一下 他要说什么呀 我想破坏一下节目规则 非后白问就是叔叔阿姨们一个问题 来吧 站在那个地方 真的介意我离过婚的家庭 可以选择退回爱情小船 很真诚 其实我觉得我是不介意的 但是我担心我爸爸我妈妈会介意 我想说一下啊 你和我们家小童啊 年龄相差太多 身高相差也太多 所以我们选择退出 那不好意思 5号的叔叔阿姨 请你们退回去 好 谢谢你们 嗯 他要是没有国人士的话 and i'll tell you all about it when i see you again we've come a long way from where we began oh i'll tell you all about it when i see you again when i see you again 看来这很关键是吧 喂 国际老师好 我是三号家庭正亮 然后我想待会儿让妈妈接下电话 正亮妈妈接下电话 喂 奶奶 喂 妈妈 我虽然不建议就是男生 会有婚许这件事情 但是我会有一点建议她说 她前任是因为负能量和抱怨 就是而跟她亲眼之痒的 其实我觉得她如果真的爱那个女生的话 她应该拉着那个女生走出阴霾 好的好的 我的女儿刚刚她打电话过来说 你那个前妻什么负能量 然后跟她分手了 她觉得这个应该不是很好的理由 好像就没有那种包容心愿的 她既然有负能量就可以把她的带动出来 把那个负能量给她多给她正能量 然后就影响她 那现在她的决定是什么呢 她说她不能接受 对 好 谢谢阿姨和她的闺蜜 好 谢谢阿姨 谢谢阿姨 好 谢谢阿姨 如果她把负能都打在自己身上 觉得就是确实是我的问题 会怎么样呢 我会觉得这个男人很有担当 然后呢 如果我们开始过来 我们开始了 我会告诉你 然后我们再次看到你 我会见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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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来 来 少奇的妈妈 我好担心我妈妈 男嘉宾 刚才听了你这些 所有的这些简介 我们对你还是很喜欢的 你妈妈刚刚说不介意 我也很了解我的女儿 她对这种婚事的 她很介意的 你妈妈说你会介意 很不好意思 好 谢谢 我不介意 我好纠结 我要不要 那还剩两个家庭 留在观察位上的 一号陈小丹家庭 你们还愿意 把你们的船推上来吗 留吗 留不留 你们还是在意 她这段婚姻的是吗 不是婚姻的问题 而是小丹是一个 骨子里特别好玩的人 性格很活泼 我是担心男嘉宾 有点太沉稳了 我觉得分中 每一个女孩的选择 好 谢谢 谢谢一号家庭 谢谢 谢谢 加油 我真的就没有见过说在台上 现在你只面对着一个四号 陈秋燕家庭 那现在四号决定是什么呢 是退出了还是继续 男嘉宾 如果选择我们的陈秋燕 我们陈秋燕是一个非常阳光 开朗 活泼的姑娘 不会错了 请关注我们的家庭 特别谢谢四号家庭的男人爱你 谢谢 有一段婚姻的经历 会使一个男人真正的成熟 当然上一段感情 我确实有很多说得不好 或者说不到位的地方 但是婚姻确实能使人成长 一个男人我觉得 最大的成长就是自己的担当 敢于面对自己 所经历的过往的事情 所以还是理解其他家庭 我刚刚刚接到这个样子 我突然觉得 我不知道为什么有点心疼 他刚才有一点 因为我说你已经说过了 大家在选择都推上来了 他再问一次 说明他还是一个非常体贴的人 让大家女嘉宾家长想清楚了 我毕竟是有过婚史的 这是一个男人骑马的一个担当的 你后悔吗 我不知道 其实我跟你讲 那个点真的不是很重要 是人都会犯错 如果你真的喜欢的话 你要争取一下 真的 在夜深人静的时候 我走姐 我觉得我跟她蛮合适的 不错 我就担心我爸爸妈妈就是 就得不到他们的祝福 我觉得很好 我其实未来的规划 就是想带着自己 那个她在银河下的寻愿 在极光下去钓鱼 我让她抱 她选择爱梦 可我每个人可以 经历一些更加快乐 一起能留下美好回忆的事情 好了 我觉得现在的这个 场上的这个状态 已经非常非常的清晰和明确了 那就先请我们四号嘉宾 到大屏幕后做好准备 所以我看小红红的感觉是 好像有女孩子很冲动 有抢亲的了 这个出乎意料啊 这绝对出乎意料 完全出乎意料 抢亲的这个女嘉宾 您挺好了 如果您的出现 我们男嘉宾没有和你牵手 这一季 你都没有权利再回来了 来 让我们掌声有请 抢亲的嘉宾出场吧 让我们掌声有请 抢亲的嘉宾出场吧 抢亲的这个女嘉宾 您挺好了 如果您的出现 我们男嘉宾没有和你牵手 抢亲的这个女嘉宾 您挺好了 如果您的出现 我们男嘉宾没有和你牵手 抢亲的这个女嘉宾 这一季 你都没有权利再回来了 是 让我们掌声有请 抢亲的嘉宾出场吧 2号女嘉宾 张绍琪 你这个闺蜜笑得 下边一下就出去了 像看到银河一样 其实我很纠结 然后很紧张 很害怕 你是先退到我爸爸妈妈吗 然后我妈妈说 我会介意 但其实我是不介意的 因为我们之间 我觉得有很多合适的点 你也在北京 我也在北京 然后 你喜欢船局 然后我就是那种 喜欢被船局的人 带去玩的人 你说你想去体验潜水 我可以带你 我可以教你 我们可以一起去 带班去跳伞 你说你想去赛班 跳伞 以后我们俩可以一起去 带班去跳伞 所以 你呢 我都受不了 我都受不了 真的受不了 烧起我 没有的勇气 我特别有任何人 我永远有任何人 有任何人 我都受不了 你呢 我都受不了 我还是说我 我都受不了 以后的力量 我都受不了 你呢 我都受不了 带班去 我和你呢 我都受不了 我生不好 我相信你呢 经历了这么多事情以后 我其实做了很多很多心理建设 包括鼓服了很大勇气 才敢站到中国新枪器的舞台 实际上就是为了跟自己 前35年给个告别 表示我已经迈过这个卡 去迎接新的生活 准备好一段新的感情 包括婚姻 所以当你从屏幕 从一步一步走向我的时候 我觉得它逐渐符合到 我的脑海中那个身影 我一直在寻找 我一直在碰壁 包括我经历一半失败的感情 也一直在自己思考 但是我觉得 从看到了你那一眼 我觉得你就是我要找的人 请把你的手给我我们一起慢慢变了啊 好吗 恭喜有情人生建设 祝福你们 失败是不好意思的 但是特别特别真诚的 谢谢两位阿姨 和包括陈秋燕 谢谢你们对我的支持 祝你幸福 承个局吃福宝 对对对对 好吧 可以牵手离开了 当就是国一老师说 有人暴动去抢军的时候 我就特别惊讶 直到他从屏幕走出来 我觉得这个惊讶变成了惊喜 就是因为他有很多点都看过挺大的 我觉得找一个人玩到一起 吃到一起很重要吧